中共國家統計局3月15號公布 青年1至2月宏觀清潔數據 表示各項數據都比預期要好 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傅林輝還說 今年以來 隨著穩增長政策發力 支持實體經濟力度加大 國民經濟恢復好於預期 彭博社引述多位經濟學家的觀點說 中共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 沒有得到詳細數據的支持 例如 一個很顯見的問題是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2.2% 與水泥和粗缸等主要建築材料 產量分別下降17.8%和10%的趨勢被倒而馳 在線零售商 京東首席經濟學家神建光 及其同事在15號晚間轉聞質疑 深入挖掘細項數據 我們認為這次經濟數據超預期背後矛盾重重 真正的經濟形勢可能並不樂觀 不到24小時 這篇文章就被刪除 理由是內容違規 王赫表示 這些經濟學家的文章內容 是中共當局最不想聽的事實 目前中國各地疫情迅速擴散 評論認為 中共積極清零政策 對經濟的破壞力極大 根據《南華早報》去年12月底的調查 中國在2021年的前11個月 就有高達437萬個商家或中小企業宣布關閉 幾乎是2019年的兩倍 是2018年的10倍左右 換句話說 中國平均每個月 有39.74萬家微型和小型公司關門打擊 中小企業是中國的經濟支柱 佔中國稅收的一半 GDP的60% 和城鎮建業的80% 中共政府在13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 公布了今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5.5%的目標 學者表示 中國的經濟數據發展模式 就是上層發指令 下層完成任務 導致實際經濟發展和官方公布的數據有落差 大陸媒體中青網報導 2021年上海交大 南京大學應接畢業生 至今仍處於所謂靈活就業階段的 各佔了7.01%與7.51% 花東師範大學非公費生 靈活就業族群更超過一成 2月9號 中共官媒《光明日報》說 中國目前約有2億人是靈活就業大軍 然而輿論批評中國景氣冷 就業難 所謂靈活就業 是官方粉飾太平的說辭 評論認為 疫情蔓延造成內需長期積弱不振 就業機會銳減 中共當局所謂5.5%的經濟增長目標如何實現 再次行動 寧靈活誤 中共當局所謂5.5%的體育 所謂5.5%的靈活 我們需要十分比例 計 Scot度